有嗎 不是 喂 米小學你好 放眼望去旅行社辦公室空蕩蕩 只有零星員工還在座位上辦公 自從政府宣布禁止入境 以及出團後 導遊林隊也只能放棄五星假 找兼職咬牙撐過這波疫情衝擊 公司主要全部暫時停止出團的話 是大概在三月初的那個禮拜 當然就政府有在 開始一些補助的話 我覺得是滿好的 但是相對來講 還是金額有點不是那麼的足夠 這次人數的增加 某種程度可能是 他為了要申請政府的方案 而增加的這樣的一個 而成實際通報 國內五星假有多殘數次回收化 根據勞動部調查 截至4月15號 已經有588家企業放五星假 影響14821位勞工 近期更在短短一週內 暴增220家企業影響6262人 五星假人數再創八年新高 當中又以住宿餐飲業最為慘重 再來旅行社業者也是產業之一 甚至連科學園區都淪陷 而就六都分布而言 雙北依舊是放五星假大宗 台北市只有4390人放五星假 而新北市則有2337人 台南市有1537人 再來才是桃園市高雄市以及台中市 而竹科就佔了704人 中科有179人都深陷五星假之苦 政府提出各種疏困措施 更提供企業低利或無息貸款 難道都沒效嗎 這些無星假應該給予基本工資 基本工資的負擔是由企業幾成 政府幾成應該是可以卸商的 短工經貼也好 或者是說規案定措施也好 應該就整體的制度而言 要有更細緻的設計 不只勞團喊話制度要更完整 工商團體也呼籲 政府跟企業應該聯手 讓無星假的勞工有最低薪資可領 才能真正幫助員工跟企業 一起度過這波景氣寒冬 華宇新聞 林伟 徐徐國豪 台北報導